產生第二個Patch2跟Second 也就是當它被啟動的時候 會把這個給叫出來 這個邏輯應該有 但是呢 這樣子是不是結束了 還沒有 因為你有產生一個新的 這個叫類別 也就是你家多了一個小孩 你要去報戶口 那要怎麼去報戶口呢 請記住喔 這邊有個叫Android Manifest 這邊要做登記 怎麼登記喔 特別注意喔 點兩下 找到Application 它這邊有一個頁面叫Application 這個頁面裡面就是打開它 然後登記一下 其實還蠻瑣碎的 然後呢 做什麼事呢 請你在下面 原來只有一個對不對 原來預設一定會有 就是固定的那個 它會幫你登記好了 所以不用Add一個什麼 Activity 它會幫你找找看 有沒有 新增Active 那旁邊 其實這個畫面有點小 移過來一點點 它會在這邊有個Name 這邊有個瀏覽有沒有 瀏覽一下 它會幫你搜尋一下 看看有沒有新的 那搜尋到之後 有沒有一個Second 有沒有 Second出來了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請你套用 套用到這邊 因為它套用比較麻煩 有沒有 OK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表示你已經把這個地方做登記了 特別是如果你沒有做這件事情的話 因為我之前有很多同學 做完都很開心 就把它Run了 等一下 奇怪 怎麼直接就跳掉了 看不到第二頁 因為呢 它是不存在的 OK 所以第二個洞 其他就把那個城市把它貼一貼 這地方的話 那做完之後 還有哪些重點呢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把這邊先 再跳到城市部分 那城市部分的話呢 又哪些是重點呢 第一個 我們的這個 裡面呢 要撰寫哪些東西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直接拿完成的來看好了 裡面的話 好 比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按一下什麼呢 按一下按鈕 可以切過去 那裡面底下這邊有這些 這個我想前面講過了 所以我們就略過了 因為自己再加好了 按一下它 會切到下一個 怎麼做 其實裡面就是觸發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的話 主要就是什麼 建一個什麼呢 BTNPage2 這個名稱自己訂 然後呢 做什麼呢 其實靠誰去幫我完成這件事情 就要靠intent 有沒有 這個intent 除了說可以開啟外部的程式之外 也可以開啟內部的activity 那怎麼做 其實後面都一樣 差別就在這裡 setClass 然後呢 固定的用法就是說 這個地方指的是什麼名稱呢 就是我們上面的這個名稱 叫做 也許我這邊叫 activity1 也許你們原來叫什麼 main activity 如果你原來是main activity的話 那你就用main activity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們原來是main activity 那你就直接把這個名稱貼過來 因為我這個名稱有改過 我把它改成叫做 activity1 activity 那你這個後面的話加一個什麼 點list 點list指的就是我自己的意思 我自己 比如說你稱你自己不會說 你不會叫自己名字吧 你會說我 我 我 我在那個 java裡面 叫做點list 那如果你要去呼叫另外一個的話 叫second 它的副檔名特別注意喔 因為它是一個類別 所以是點class 點class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地方的話 就由它切過來 然後最後一樣是start activity 這樣子的話呢 就跳過去了 ok 所以呢 要產生頁面並且切過去的話 直接這樣子就完成了 三個動作 然後結束的話呢 其實就finish 這個方法ok了 那還有最後就是說 切過去之後要關掉 所以切過去之後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切過去了對不對 那當然這底下這東西自己叫 返回的這個 其實裡面只有一個功能 一個方法就叫什麼 finish 就完成了 finish意思就是說 就離開嘛 那就把它關掉了 ok 其他的話 像有一些生命週期的部分 我們前面都有講過啦 比如包含什麼 on start on resume on restart 有沒有 裡面放toast 這個前面都講過啦 所以如果你忘記的話 回頭再把影片調出來看 因為這個就不要浪費時間 再重複講一樣的東西了 ok 好的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這個生命 就是這個主要是切頁 生命週期前面講過了 就比較略講 所以要能夠切到新的頁面的話 至少需要第二個頁面 跟第二個activity 再把它註冊一下 再利用什麼intention 就可以把它啟動了 所以這個流程要記起來的話 以後切頁 做法大概就這樣 那你可以有第二頁 第三頁 第四頁 也可以增加很多個頁面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有很多activity 它其實做的還蠻複雜的 那裡面的話就有很多頁面 所以如果你將來需要很多頁面 去承載你的相關功能的話 就可以用這種方法 所以其實你說什麼 手機版的進銷存好了 其實也可以這樣做嘛 一個主頁嘛 然後點進去 就跳哪一個頁面 比如說是客戶資料 或者是業務資料 或者是什麼進貨資料 消貨資料等等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跳出來 然後再做後續的功能處理 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個activity的這個章節 那下一個禮拜的話 我們就繼續再來看那個第十一章 十一章的話就有關 除說這個比較沒什麼啦 再來就是儲存的部分 然後最後就是那個sicle-line資料庫 那我可能中間會插一些綜合練習 可能是跟前面有關的 但是是綜合的 不是只有一個部分 可以把所有的東西叫intent 然後裡面假設要切頁 可是你如果帶資料 要切到下一頁的話 還需要一個bundle 那那個bundle類別 比如說你要帶一些資料到下一個頁面的話 那你就把bundle帶過去 這個有一個相關的練習 我想我後面還會舉一些綜合練習的題目給大家 把前面的東西稍微做一個複習 再繼續往下 就有關資料庫的部分 也許是我們local端的 或者server端的 那再來有關什麼呢 網頁啦 或者網路存取的部分 再做說明 那這個部分的話 也是請各位回去要多多練習 OK 今天先到這裡 你們 好了 再說明 可以 大家 你們